大家好,今天我要给你讲的这本书就是创新者的任务 创新一直是企业非常关心的问题 企业都希望推出新产品以赢得市场竞争的关注 很多新的产品都不受消费者的欢迎 比如饮料品牌会推出各种口味的饮料 但过了一段时间销量就会下降 一项由麦肯锡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 94%的企业高管对创新不满意 原因是大多数企业都是靠运气 他们可能参考竞争对手的做法 或者内部头脑风暴提出一堆创新点子 然后挑选一些投入市场观察反馈 这些想法缺乏深思熟虑缺乏理论支持 这就像是乱枪打鸟一样 虽然偶尔会成功但失败率很高 如何提高创新成功率 如何准确地知道在哪个环节进行创新才能取得成功 这正是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 本书的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作为全球创新领域的知名专家 曾担任哈佛商学院的教授 同时也为知名品牌如联合利华提供咨询服务 他曾两度入选全球50位商业思想家 1997年出版的《创新者困境》是克里斯坦森的代表作 他分析了大企业缺乏创新动力的原因 小企业很容易用颠覆式创新产品抢走市场 书中提出的颠覆性创新已经成为许多管理者耳熟能详的名词 然而创新者们的窘境并不能解决创新的问题 克里斯坦森花了20多年的时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总结出了一套创新理论 他给这个理论起了个名字 叫做用户目标达成理论 根据该理论 企业能够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找到最合理的创新方法 使创新成为持续的高成功率的行为 本创新者的任务是全面介绍用户目标理论 下面我将分三部分来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是什么 第二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应用 第三 企业如何将用户目标导向 首先介绍用户目标达成理论 企业在改进产品的时候 经常会找用户做市场调研 询问用户对产品的不满意 怎样才能更好地购买 这种做法看似合情合理 但是作者却不同意 作者认为 企业对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最根本动机是错误的 用户购买产品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产品很好 而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称这些任务为用户目标 用户购买产品是为了达到用户的目的 市场营销中流行多年的一句名言是 人们想要四分之一英寸的钻头 而不是四分之一英寸的钻头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认为 企业必须弄清楚用户的任务 思考如何改进产品 才能更好地实现用户目标 书中提到了一个快餐店 他想提高奶昔销量 一开始 营销人员找顾客问了很多问题 比如你觉得奶昔太贵了 你喜欢浓一点的吗 快餐店根据顾客的喜好 对奶昔做了大量调整 但是奶昔的销量却没有任何变化 作者建议行销人员 应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 顾客购买奶昔的目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营销员统计了顾客 什么时候会买奶昔 是一个人买还是几个人买 打包还是堂食 结果发现 很多顾客都是早上9点一个人来买奶昔 然后开车离开 行销人员问顾客 你们买什么奶昔 顾客们一开始也是一头雾水 在反复沟通之后 营销者们发现这些顾客每天开车上班 要花很长时间 为了打发无聊的驾车时间 也为了避免在开车途中饿肚子 他们会买些小吃 这是快餐店的目标 很多食物都做不到这一点 比如香蕉容易消化 但吃多了又饿 甜甜圈容易脱落 弄脏衣服和方向盘 吃面包没什么味道 开着车往嘴里摸果酱 搞不好会出车祸 相比之下 奶昔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浓稠的奶昔可以长时间的吸水 而且不易使人感到饥饿 奶昔装在纸杯里 不会弄脏车子 而且可以单手拿着喝 不影响开车 以用户目标为出发点 给奶昔降价是没用的 无法帮助顾客 更好地完成任务 快餐店可能会在奶昔中 加入一些果粒和巧克力 这样顾客 就能在奶昔中得到惊喜 打发时间 也可以把奶昔机搬到店外 提供刷卡功能 让上班族的购物时间更短 作者认为 这种创新是精准有效的 从用户目标出发 可以帮助企业用更广阔的视野 去观察市场 发现新的竞争格局 避免被竞争对手抢走用户 多年以来 宝马一直把自己定位在 高性能汽车上 与奔驰 奥迪等同类汽车竞争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 汽车业遭受重创 销售大幅下滑 宝马公司开始重新考虑 消费者为什么要买车 但BMW发现 消费者真正关心的是移动性 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从A点轻松舒适的到达B点 这项研究改变了宝马公司 对其竞争对手的看法 他意识到 他不仅与同类汽车竞争 而且与共享平台如优步 以及特斯拉等电动车竞争 这些竞争对手 都在抢走宝马用户 而现在 宝马把自己看成是一家 为用户提供各种出行服务的 移动运输公司 宝马公司不仅开发了 新型电动混合动力汽车 而且还推出了共享租车服务 极大的拓展了市场 为了更好地理解用户目标 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 用户目标建立在特定的情境中 这些情况包括客户在什么时间地点完成任务 是孤身一人 还是与人同行 客户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等等 情境是用户目标的核心 也是创新的关键 通过对具体情况的分析 可以确定创新的环节和方向 就拿奶昔来说吧 顾客买东西的时候 并不是顾客的目标 而是一种笼统的需求 从这个描述中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因素 影响了顾客的选择 当顾客早上开车去上班的时候 为了消磨时间和填饱肚子 他为什么要买奶昔 而不买汉堡呢 我们能够分析哪些因素 能够帮助他们完成任务 并找到创新突破 第二 用户目标复杂多样 不仅包括功能目标 还包括情感目标和社会目标 比如抽烟 工作到一半出去抽根烟 可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烟疫 这是功能目标 也有可能是工作遇到了瓶颈 想要放松一下 换换思路 这是情感目标 也有可能是想和同事们聊聊天 增进感情 这是一项社会目标 当企业发现 产品可以满足不同层面的需求时 企业会从更多的角度进行创新 好了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部分 用户目标就是客户在特定情况下要完成的任务 用户目标既包括功能目标 也包括情感目标和社会目标 企业要从用户目标出发 思考产品如何帮助客户完成任务 这是精准有效的创新 第二部分是用户目标达成理论的应用 首先讲的是如何找到用户的目标 这本书介绍了五种方法 第一个是寻找生命 索尼的创办人圣田招夫曾说过 仔细观察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凭直觉去了解他们想要什么 然后去做 索尼公司在开发随身听的过程中 遇到了反对意见 市场调查显示 消费者不会购买没有录音功能的磁带播放器 而且他们也不喜欢耳机 但是圣田招夫认为 随时随地听音乐是一种普遍现象 坚持推出随身听 结果索尼随身听销量突破三亿三千万台 开创了个人音乐播放器文化的先河 每个人的生活需要都可能成为用户的目标 当你遇到任务的时候 别人也会遇到 可汉学院萨尔克汗 全球知名视频学习平台的创始人 通过视频学习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那个时候 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教学视频 比可汗的视频还要精致 但这些视频内容复杂 枯燥 毫无乐趣可言 而可汗则通过生动的势力 幽默风趣地表达 使表妹更容易掌握新知识 后来 可汗发现很多学生和表妹一样苦恼 于是就成立了可汗学院 帮助学生们解决学习上的困难 第二个寻找用户目标的方法 就是寻找尚未消费的用户 当用户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来完成任务时 他们就会选择不花钱 企业往往只考虑和竞争对手竞争现有客户 却忽略了潜在的巨大潜力 因此企业应该将视野拓展到同类竞争之外 去发掘更广阔的市场 作为一家婴幼儿尿库巨头 金百利在市场份额上占据了很大的份额 但是它并没有满足于现有市场 而是不断地挖掘新的用户群体 金百利在20世纪80年代 发现了成人市场的巨大商机 据调查 50岁以上人群中 有四成患有小便失禁 为了避免尴尬 有些人干脆放弃社交活动 不出去玩 不去餐厅吃饭 不与人交往 虽然那时已有成人纸尿库产品 但是这些纸尿库的包装和形状 与婴儿纸尿库非常相似 穿在身上很不舒服 大人们也不愿意买 觉得太丢人了 为了赢得这些尚未消费的顾客 金百公司采用了全新的材料与技术 开发出了一款成人尿库 这个产品一推出就大获成功 第一年销售额达到6000万美元 第二年又增长了30% 这也促使金百利 推出了成人护理产品 产品在市场上不断扩大 第三种寻找用户目标的方法 就是寻找临时的解决方案 有些用户对现有产品并不满意 并且迫切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时 他们会自行拼凑临时解决方案 当我们看到这种灵活的做法时 你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有些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 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存钱 但是很多银行都不欢迎那些没有钱的孩子 作者的一位朋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干脆给自己设了个父亲银行 让孩子们把零用钱存到自己手里 然后每个月帮孩子记账 计算利息 以此培养孩子的理财意识 美国网络银行看到这些用户的目标 推出了无余额限制的储蓄服务 简化了各种手续 使孩子们能够轻松地存钱 看起来这项服务并不赚钱 但是IN是一家网上银行 它没有传统银行的分支机构和提款机 人工和操作成本都很低 通过这些服务 它赢得了用户的关注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节省了广告费用 吸引了更多的客户前来储蓄 提高了银行整体收入 凭借便捷的用户体验 IN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银行 第四个找到用户目标的方法 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你不想做的事情上 我们不想做的事情 和我们想做的事情一样 都是用户的目标 家长们觉得带孩子去医院 实在是太麻烦了 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些小毛病 比如嗓子疼 家里又没有现成的药品 家长们只好请假 带着孩子去医院挂号 然后再等很长一段时间 才轮到自己 拿着检查报告去开药 以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 家长们的目标是 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医院看医生 哈佛商学院的瑞克克里格 发现了商机 成立了一家名为 一分钟诊所的保健机构 专门为病人诊治结膜炎 咽喉炎等常见疾病 这项服务非常流行 一分钟内 美国就有上千家诊所开业 第五个寻找目标用户的方法 就是找出产品 不同寻常的用法 如果你发现 用户使用产品的方式 出乎意料 那么用户的目标 可能就隐藏在其中 苏打粉是美国杜威公司的 招牌产品 20世纪60年代 杜威发现 顾客为了提高清洁能力 会把苏打粉与牙膏混在一起 并把它放在冰箱里除臭 于是 该公司灵感迸发 推出空气清新剂 除臭剂 洗衣粉等系列产品 扩大产品系列 在此 我们将介绍如何发现用户目标 但是 即使产品能达到用户的目的 也有可能无法销售 因为用户在购买新产品的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阻碍 比如用户已经习惯使用 老产品会觉得 虽然我不喜欢老产品 但是我也懒得改变原有的习惯 多年来 作者助理一直在向作者们 讲述新手机的功能 和使用起来的流畅程度 但作者之所以迟迟不换手机 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就手机 想要学习新东西太麻烦了 焦虑是比习惯更强大的障碍 用户会担心 如果我换了新产品 体验没有改善 甚至出现新的问题怎么办 网上有许多人抱怨 想要让父母买一台扫地机器人太难了 家长们有各种各样的顾虑 比如扫地机器人不够干净 会不小心绊倒了什么东西 这是一种新产品的焦虑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认为 与用户完成任务相关的所有环节 都属于产品 产品不仅仅是功能更好的单一产品 还包括从购买到使用的 一整套服务体验 企业不仅要制造高质量的产品 还要解决用户在购买 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障碍 从而真正地帮助用户完成任务 一家美国房地产开发商发现 老房子里的东西 与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联系 这阻碍了用户购买新房子 一想到要搬家 人们就焦急万分 因此 开发商不仅为客户提供了搬家服务 还提供了两年的仓库使用权 不需要立刻决定物品的去留 搬完家再慢慢整理 这项服务深受顾客欢迎 在2007年 美国房地产市场大跌的时候 该开发商的业绩增长了25% 书中还提到了全球医疗设备巨头美吨力 心脏病一直是印度人死亡的头号原因 美吨力开发的心脏起搏器功能非常出色 但是在印度市场销售情况并不理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美吨力采用用户目标视角 重新审视了印度市场 发现阻碍销售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因素 例如印度人均收入太低 买不起昂贵的心脏起搏器 印度的医疗系统很落后 普通的普通医生可能会搞错 病人的病因根本无法诊断出心脏病 因此 美吨力推出一系列创新服务 提升心脏病患者就医体验 美吨力与印度心脏专家合作 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心脏筛查门诊 免费为有心脏病的病人提供免费检查 避免误诊 美吨力公司也设立了专门的贷款项目 帮助患者支付起搏器的费用 而且贷款手续非常简单 只需要少量的文件 一般只需要一两天的时间 印度就会成为美吨力最具潜力的市场之一 作者进一步指出 如果品牌能够为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服务体验 那么品牌就会成为用户目标的代名词 当人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 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品牌 在这个阶段 品牌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比如联邦快递 在美国是家喻户晓的品牌 凭借着完善的快递服务 联邦快递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是完美的代名词 联邦快递英文FedEx 已经变成了快递的动词 联邦快递是人们计快递的首选 品牌忠诚度很高 好了 接下来 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二部分 寻找用户目标的方法有五种 一种是从生活中寻找 一种是从没有消费 另一种是寻找另一种方法 把注意力集中在你不想做的事情上 以及找到产品的特殊用法上 除了产品本身 企业还需要完善用户的购买和使用流程 将产品扩展成一套完整的服务体验 从而真正帮助用户完成任务 基于用户目标做出决策 可以为企业带来创新价值 塑造品牌形象 但是 很多企业都无法长期专注于用户的目标 接下来的第三部分 我们来谈谈企业如何实现用户目标 这本书提出了三个忠告 第一条是建立一个以用户目标为核心的流程 每个企业都有很多流程 但是大多数流程都是为了提高效率 而只关注部门内部绩效 比如一天能生产多少产品 量品率有多少 企业应该围绕用户目标重新梳理流程 确保每一个流程的最终结果 都有助于实现用户的目标 从而创造完美的用户体验 如何建立一个基于用户目标的流程 建立与用户目标相关的指标 是有效的方法 然后建立相关流程 以实现此指标为中心 书中提到了电商巨头亚马逊 其他电商也会关注产品销售 广告收入 运营成本等等 亚马逊公司在成立之初 就制定了三项指标 分别是多样化的低价商品和快速到货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 亚马逊制定了一系列的流程 以低价为例 亚马逊开发了一个自动搜索引擎 每天可以搜索数百种商品的价格 一旦发现价格低于竞争对手 亚马逊就会自动降低价格 如果商品价格降至合理利润以下 系统会自动提醒员工检查 亚马逊的每一个商品页面 都会保证送货时间 比方说 两个小时内下订单 周二之前可以收到货 为了快速交货 亚马逊设计了数百种流程 确保仓库和配送中心 在点击结账按钮后 就能开始准备和配送 亚马逊也会跟踪整个发货时间 确保不会比承诺的时间晚 正式围绕着用户目标进行设计流程 使得亚马逊购物体验如此流畅 深受用户好评 作者给企业的第二个忠告就是 当你成长起来之后 要小心偏离用户的目标 很多产品因为满足了用户的目标而流行 但是在产品成功之后 管理者就会逐渐忽视用户目标 将运营重心放在现有产品服务上 最终导致产品与用户目标脱节 书中提到了八味蔬菜汁的例子 它是用八种蔬菜混合而成 营养丰富 一开始的时候 管理层就把V8当成了果汁饮料 也就是说 加德勒可以和可口可乐抗衡 V8想要脱颖而出很难 销量一直不好 大约十年前 V8公司的管理层 通过用户目标理论 找到了V8的创新定位 他们发现 很多人都需要吃蔬菜 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蔬菜健康 或者是因为他们答应过父母 要多吃蔬菜 但是对于上班族来说 做菜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一个人吃得方便 吃得快 这是用户明确的目标 在确定了用户的目标之后 V8的管理层很快改变了广告 不再拿V8和饮料做对比 而是拿蔬菜做对比 和巴比 小胡萝卜 主播菜 用牙线把牙缝里的菜渣清除干净 这一宣传策略非常成功 一年不到 V8的销量就翻了四倍 但没过几年 V8又重新规划了产品线 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产品 比如V8香蜡汁 V8茶饮料 V8低盐质等等 现在又开始跟其他饮料竞争了 这让消费者很迷茫 不知道为什么要买V8 为什么当企业做大之后 用户的目标就会偏离呢 作者认为 产品进入市场是一个重要原因 后管理者将注意力 从被动数据转移到主动数据 主动数据指产品销售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 如销售 利润 市场份额等 被动数据指的是与用户目标相关的数据在奶昔店的案例中 顾客什么时候来买奶昔 一个人买还是和别人一起买 这些数据都是被动数据 被动数据结构不清晰 反映的是混乱而复杂的现实 不会主动向管理者提供结论 需要管理者从数据中寻找线索 深入分析才能了解用户的动机 相比之下 主动数据清晰 具体便于监测 当产品投放市场之后 会有源源不断的主动数据产生 管理者会将注意力 从模糊复杂的用户情境转移到 清晰明确的电子表格中 这样可以让管理者更加放心 更加有控制力 同时 主动数据也可以作为考核的指标 这样 管理者就会在不知不觉中 忘记关注用户目标 专注于主动数据 脱离实际情况 把注意力集中在主动数据上 自然会有结果 企业希望把更多的产品 推销给现有的用户 增加收入 但产品越多 品牌就越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这就会模糊产品原本的定位 就拿V型蔬菜枝来说 它一开始帮用户完成任务很方便 也很快 香辣汁茶饮料和这个任务无关 这样一来 用户们就会怀疑 V8是不是可以替代蔬菜 而是果汁饮料 而且企业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产品越多 研发 营销等资源就会越少 表面上看 产品种类增加了 但是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打败 而对手只专注于单一用户 最终得不偿失 此外 根据企业活动数据制定部门绩效指标 员工会自然而然地 从部门角度考虑问题 而忽略用户目标 营销部会说 我们能提供新的口味 新的颜色和更多的优惠来吸引顾客 研发部门会说 我们应该用新奇的技术 为产品添加新功能 业务部门会告诉我们 年底销售旺季即将来临 我们要抓紧时间推出新产品 争取再旺季赚一笔钱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点 但是这些观点 可能会偏离用户最重要的目标 因此 在企业做大之后 最好能够设立专门人员来调查 汇报用户目标 时刻提醒管理者关注用户目标 避免被主动数据和其他部门的说辞误导 第三个建议 就是把用户目标融入企业文化中 企业是由众多员工组成的复杂组织 管理者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 需要员工执行大量的工作 而员工的决策 将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 企业要坚持用户的目标 就必须让员工也关注用户的目标 作者建议企业将用户目标 与使命宣言结合起来 大多数企业都有自己的使命宣言 比如石油公司 雪佛龙的使命就是成为全球能源企业 摩根大通的使命是成为全球金融服务 公司的领头羊 然而 这些声明过于笼统 员工们难以将其作为实际行动指南 好的 使命宣言应该围绕用户的目标 给员工明确的行动基础 玻璃堡肥皂是联合利华旗下的品牌 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新兴市场儿童超过5岁 员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考虑如何去实现最终目标 除了使命宣言外 企业还可以在员工招募和培训环节 明确地告知用户目标 确保求职者能够认同自己 在日常的商业宣传中 用户的目标也需要反复强调 在这样的企业文化氛围下 员工会发现他们的工作 对用户意味着什么 这会给他们带来成就感 即使没有管理层的指示 员工也能做出有利于用户目标的决策 提高用户满意度 美国南兴罕布什尔大学曾被 快讯 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机构之一 其排名甚至超过了星巴克 领英 并跻身全美最佳职场排行榜 它的卖点之一 就是给成年学生提供网络课程 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 目的就是为了更快地拿到大学学位 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南兴罕布什尔大学 围绕这个用户目标 采取了很多创新措施 比如给予辅导员充分的授权 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有一位单身母亲 收入不高 为了鼓励他完成学业 辅导员给他寄了200元购物券给他 还有一个学生得了重病 离毕业只有几个学分了 于是 辅导员主动请示了院长 认为这个学生已经完成了学业 可以提前毕业了 经过校方的同意 他们亲自把毕业证送到医院 交给学生 这些都是辅导员 在用户目标达成一致后 自发地做出决定 好了 总结一下第三部分的内容 企业可以从三个方面实现用户目标 第一 建立以用户目标为核心的流程 二是始终关注与用户目标相关的被动数据 三是在企业文化中融入用户目标 说到这里 这本书也差不多介绍完了创新者的任务 用户目标达成理论认为 创新是以帮助用户达到目标为出发点 创新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本身 还包括从购买到使用的一系列服务 当企业能够提供一整套完美的体验时 产品自然也就成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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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标